各位好 最近要去日本旅游 跟大多数的人一样 在疫情解封之后 大家就很想去日本旅游滑雪逛街吃东西 所以呢 在之前我也寻找一些有关可以在日本 包含COVID-19的一个保险项目 大家都建议参加日本官邦所推荐的保险 那固然是不错 那其实国内呢 基本上在产业赔得一屁股之后 几乎没有人在承保COVID-19的这个业务项目了 那经过朋友的介绍呢 当然不是这一家公司的 就是我们自己互相讨论 然后可能搜集到一个讯息就是 目前在美商安达产物旅行保险有包含这个项目 那距离一下怎么投保呢 在这边先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我尝试了一些咨询 好那如果说你是用Firefox的话 你可能在一些计算方面 它会有一些bug存在 那这边建议的话是 你使用Google Chrome或是IE OK 那我们看一下 这部分 我们到它的官网之后呢 在这边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保费试算 OK 然后呢 我们只要输入神门证的号码 OK 我这边会mark掉喔 然后呢 你的出生日期 然后呢 选择你的旅游期间 旅游期间 旅游期间记住啊 都是从0点开始算起 那基本上它会跟你算出几天 比如说 我这边的话呢 是计算出的是总共6天 好这是我计划去旅游时间 那选择你的地区 你这边选择全世界 然后再往下 那选择 呃 国家 选日本 活动代码 你可以不要理它 然后进行宝贝试算 好 那基本上它会几个方案 会建议你 那基本上我可能就 我会去选择 我计划2就好 那基本上呢 呃 我 我们都是不希望用到嘛 所以我觉得 宝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是否要添加旅游不变险 那我觉得还是加一下好了 那加一下之后 会变成总保 而会变成486 那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 它既然已经包含了COVID-19 然后又一些旅游不变险 我们看一下城堡的范围 其实项目还蛮多的 那我觉得这个 美商这个家保险公司 所提供的范围 我觉得不错 我应该会是买这一家的 至于到日本当地的话 我也有可能会再加买当地的旅游保险 那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观赏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帮忙 呃 点赞 谢谢 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 还请帮忙订阅点赞跟分享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